欢迎收看谈谷论经 华中医 在古代富贵人家得的病呢 称为糖尿病 那现在呢 不是富贵人家 也有可能得到糖尿病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全身中医诊所的院长 同时也是台北市中医工会的 常务理事陈长龙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 中医如何全面的治疗糖尿病 陈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的生活环境 跟以前生活环境 一定差异很大吗 那以前人可能真的是 富贵人家吃太好 才可能有糖尿病 就是现代这个名词 但是因为肖渴 它又分为上中下肖 它有不同的症状 那这样子的症状呢 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下吗 中医把身体分为三个部分 就是上中下三胶 那上胶是属于肺 会口渴的部分 我们叫上肖 它这口渴比较明显 中胶呢就是脾胃 脾胃跟这个吃有关系 所以说会多吃 我们中医叫肖骨扇肌 是 那这个叫中肖 下肖呢 它会有一个多尿的状况 所以我们叫下肖 跟肾有关系 那我们中文在讲水分 都会讲到肺脾肾 这些是讲气 讲水 就是这三个脏气 是 那中医其实是讲 就是它的原因嘛 就是症状的原因 可能就有外因 内因 不内外因 那外因可能就是 我刚刚讲的就是 大富贵人家 可能吃太好啦 没有运动啦 等等 那到底内因是什么 是肖骨肩的 什么样的问题吗 其实跟饮食 运动比较有关系啦 吃太多 太多 第二个运动的少 再来就是什么 造成怎么样 肥胖 肥胖是这个糖尿病 很明显的一个体征 可是我看很多瘦瘦的人 也糖尿病 一般 他有一个家族的 这个家族史的人 他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大部分跟肥胖有关系 就是你有这样的基因 你可能比较容易得到糖尿病 但是你加上肥胖的话 就会诱发 当然中医还是要 经过所谓的辩证分析 当然先把这个 你是上肖 中肖 下肖 尤其刚开始 我们可以在您床上可以看 上肖是比较刚开始 那中肖的时候 就在看他开始消瘦了 他很会吃 但是还是瘦 那个时候大概是 也是疾病的中阶段 那等到他开始 会有肾脏的这个状况 就是尿得多 而且这个小便 有一点如膏如磷的状况 那个已经比较末阶段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洗肾 所以很多的这个洗肾的患者 就是肾衰竭的患者 他其实都是糖尿病后期 变成顺衰竭 所以在我们台湾 洗肾的人那么多 里面有五分之一以上 是来自于糖尿病的引起 那么中医怎么开始辨证论治呢 疾病开始就是消瘦症的出发 中胶认为是大概是中期 下胶大概就是比较后半段 已经进入比较生命 跟生命有关系的 就是说他会危及生命 那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要其他观察 就是因为给他分形辨证 那因为整个消可病 我们知道它是属于 比较阴虚燥热型的 这个体质都会 那这些会常出一些什么症状 比如说他会大便会干 当然口干舌燥 这个我们都把它分辨为 就是阴虚燥热的这种体质 那从脉相跟舌相来看 脉的时候会有一些素脉 有一些红脉 那从舌头来看呢 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些 舌比较干比较红 甚至初期的时候 有人会有一些逆胎 这个都是阴虚燥热的一些 辨证的重点 所以这我们也可以 在平常自我观察 对 可以观察得到 那当然还有阴虚之后呢 还有加上一点气虚 气虚的意思就是说 他体力已经开始衰退了 讲话比较没有力气 台湾在不吓味 讲话的声音就比较低沉 比较没有力气的这个症状 那当然还有一些情绪引起的 就是肝虚易解 因为这个生病的关系 或体力变差的关系 情绪比较差 那有的人是因为工作压力来了 我们可以配合这样子的辨证 利用一些疏干的药 比如说加胃逍遥散 之类的药来用 还有就是脾虚 也就是说 他在某种阶段 他会因为脾气比较衰弱 他的病人会腹泻 胃口变差 这时候我们用一些香沙六菌子 森林白鼠染 补补他的这个皮方面的这个元气 还有肾虚型 也就是到肾下的阶段 我们用肾虚型的药 大概就是六位地环丸 跟这个寄生肾气丸 金贵肾气丸之类的药来用 那最后是阴阳两虚 这个已经是比较更默契的 也就是说他出现了那些 将近肾衰竭的状况 那这个人有时候 他会你看到他脸会黑黑的 耳朵会看起来焦焦黑黑的 脸色有时候乎黑乎白 他很弱的时候 体力变差的时候 他变得很白 他就看到这个脸又暗沉无光 我们叫面色毁暗 当然还是有这些所谓的 尿糖的出现 口干舌燥的这种现象会很明显 那体力会变得很差 而且会消瘦 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 原来末期的阶段 这是我们常用的辨证论 是观察的重点 那到末期的话还用药还是有效吗 因为到末期可能连吸收的能力 也变得比较差 当然任何疾病到末期 我们都要就是维持他 那个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就是说生命让他过得有尊严 而且不要太过于限制他 但是还是要鼓励他 能够再让他退化的慢一点 这个跟饮食 跟这个运动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刚刚讲了嘛 就是得糖尿病人 可能就是吃得多 但是运动可能少 那什么样的运动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消耗这些食物的热量 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是比较正常的 其实不管任何运动都脱离不了 都是要促进我们身体的活动量 让这个摄入的食物能够有正常的消耗掉 那什么样的运动我们最建议 当然是有氧性的运动 但是有些人好像不太适合 会很累 很闯 当然真的要运动到有效 一定要让他流汗 有一点喘 那个才是真正的运动 那当然你做一些散步的这个活动呢 也可以 但是没有达到真正运动的效果 就我们知道 那个运动会促进我们细胞 对于胰岛素进入细胞的敏感度 那我们知道糖尿病基本上有两型 一型叫做幼儿型的 就是第一型的 那个是因为先天免疫有关系的 它的胰岛素到攻击之后 它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 那大部分90%都是第二型的糖尿病 就是我们讲成人型的糖尿病 那它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它的胰岛素的分泌不足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让胰岛素进到细胞这个敏感度不足 那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呢 它就会促进这方面的能力 也就是说细胞在让葡萄糖 进入到细胞来利用这个激转 它都会变得比较强 那你就糖尿病的机会相对会降低 是 所以在运动有没有特别推荐的什么样的运动 就是我知道啊 就是不爱运动的人 其实他就是不爱运动 你勉强他出去运动也蛮难的 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简单的运动 让他可以不用出去啊 大汗淋淋 其实在家里或是在办公室什么都可以做的 当然如果说啊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氧运动 比如说骑脚踏车啦 走路啦 跑步啦 甚至游泳以外 那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无氧的 也就是说锻炼肌肉的 那平常我们可以 比如说他在站的时候 让他单脚站立 为什么要单脚站立 单脚站立他可以训练他的平衡感 要训练他的肌力 所以单脚站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所以有些强法是说 脚是我们第二个生命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穴位也是一样 从脚的穴位上来是我们治疗的重点 也是这个原因 那在于其他呢 饮食部分呢 其实很多人都说糖尿病不能吃甜 可是是这样嘛 其实糖尿病不能吃甜 主要是因为 因为你吃甜食 一下子就让你血糖不要高 这个叫升糖指数高的食物 包括有些水果也是 比如说这个 西瓜啦 西瓜啦 凤梨啊 对比较甜的 这个都太甜的水果 甚至荔枝啊 融蓝 这个都是高升糖指数的水果 其他的食物也是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不要吃粥 粥的增长指数就比饭还高 那一样 所以有一些精致的这个甜点 第一个它本身就是容易让你血糖升高 第二个 越精致你越不用咀嚼 你的消化器种就没有办法启动 你的胰岛素就没有开始分泌的很正常 所以这些精致的这个甜点 这些食品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是是是 那今天有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药膳 这个药膳就是 黄芹炖如鱼 黄芹有什么作用 黄芹在中医讲就是补气的作用 那它有一句话叫做 身固表食补中 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汗腺的控制 它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脾胃方面也有帮忙 那在煮这个药膳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放太多红枣 为什么 因为红枣很甜 红枣很甜 那我举个例子 我的一位长辈 他有一次到我的诊所来给我看 他说我最近怎么觉得比较口渴 是 那我说那你饮食上有没有什么改变 他说最近就是到山上有个好朋友 那我们都每天去爬山 他最近煮了很多的这个红枣跟枸杞 茶给我们喝 结果连续喝两个礼拜下来 血糖我给它凉就比较高了 它开始会有口渴的现象 所以在用枸杞红枣茶的时候 要注意 要酌量 要酌量 不要吃太多 是 所以这个呢 如果不加红枣也是行的吗 红枣当然我们中国菜都是讲究色香味俱全 但是有红萝卜啊 红萝卜当然够了 但是有点甜甜的味道也不错 是是是 它着色啊 这个还有它本身那个水果的香味也很好 是 那为什么要用鲈鱼啊 鲈鱼它本身我们知道 它在伤口的修复很有帮忙 那它主要是胶原蛋白很多 那本身是好的蛋白质 所以有一些糖尿病人 他有一些小伤口不容易愈合的 我们用鲈鱼来帮助他 是 那请医师来试吃一下 好 这个汤呢 就是平常糖尿病患者可以食用的一个料理 那我们平常也是可以煮来吃吗 是 这个平常 这个大小都适合了 男女老幼 全家大小都适合用的这个餐点 其实还蛮甜的耶 是 它有一点甜味又不会太甜 那当然我们喜欢有一点甜甜的口感 但是又不能太过于甜腻 为什么要吃红萝卜 是帮助它的消化吗 还是 红萝卜本身有胡萝卜素嘛 那当然如果在这样的料理里面 要加一点油 为什么要加油 轻轻的这个比如说香油啊这些 那油才会把这个胡萝卜的这个 我们的维生素稀释出来 这个都是配料嘛 包括这个菇也是配料 对 菇是配料 所以它如果不配鲁鱼可以吗 可以配什么 其实其他的鱼 比如说现在有的石斑也很好 台湾雕其实也不错 是 它养殖的鱼类 这种小型的鱼类其实 在我们目前都鼓励吃小型的鱼类 才不会太多的重金属 而且养殖鱼比较没有海洋生态上的破坏 是 所以我们是建议吃这些比较小型的鱼 那吃素的朋友呢就是不要鱼就好了 吃素的朋友就加一点豆制品 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因为豆类制品是一个蛋白质 所以我们是建议用豆制品 是 那今天呢是不是也是要提供给观众朋友 另外一道茶饮 对 那今天我们提供的茶饮是牛棒茶 牛棒其实在人家说是平民百姓的人生 因为它比较便宜 但是它又有人参效应嘛 我们叫白色的这个药都入肺跟入这个胃 脾胃方面 那人参跟这个牛棒看起来它是非常相似 是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这个牛棒看起来就很像这个人参 人参刚采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叫平民的人参也好 那我们在喝它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味道 也有人参的味道 那这个牛棒茶非常适合这个糖尿病的人来使用 为什么 它有健脾 有喧肺 甚至对肾脏也有一些很好的作用 所以这个茶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喝 然后我们一般人也可以有效的预防吗 是 它也可以有效的预防 这个是要用煮的吗 还是泡的 这个一般都会先会晒干 你是用干的去泡 去泡 不不也是用新鲜去煮 新鲜的大概是煮的味道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叫做泡制学 就好像人参 有各种的泡制的方法 它出来的味道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泡制 不能用新鲜的吗 新鲜一般就是用来煮汤 就是直接吃它的这个 应该说它的根 炒牛棒这样 炒牛棒或是这个煮汤 煮排骨汤 味道都很好 可是这个喝起来 其实还跟那个汤还蛮像的 对 有点像 但是它晒干之后 它泡出来会更浓郁 那这样会不会有一种疑虑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不太知道 药材的好坏 那干脆自己煮汤喝 也可以 其实是直接煮汤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都鼓励大家要吃食物 不要吃食品 因为再怎么样 加工过的食物 总是没有新鲜的那么好 是 当然 茶饮是为了方便 因为保存比较容易 因为要泡茶 你看我们用那个牛棒的 一片一片这样子 你可以放很多 一次购买起来就比较方便 储存也比较方便 要的时候再用 那新鲜的 可能冰箱没那么大 或者说你买了一段之后 你要马上要吃 不然就不新鲜 那就医生您的那个看诊经验 可能很多人得糖尿病 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 那糖尿病患者是可以怀孕吗 会不会很危险 我临床上有预论一个案子 就是他本来体型比较 风雨一点 就是来找我减重 那他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他也有一点这个眼睛不太 就是视网膜方面有一点疾病 那经过我们把他体重降下来之后 其实没有治疗他的糖尿病 他糖尿病就好了 他因为血糖降下来 体力变好了 他就自然就怀孕了 他也很意外 所以其实减重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我们的指标 但是会不会有些人以为 他自己是在瘦身 就发现是糖尿病 没有患者是这样 他来看我们的时候 他说我最近特别口渴 那我的朋友都说 我为什么最近瘦那么多 其实他自己觉得 脾气有点暴躁 变得比较没有耐心 那当然那段期间他特别劳累 就是说因为包工程 然后工程赶进度 连续熬夜 他在工地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喝的 都不是喝水 他都喝饮料 因为这个工人之间 有时候交际 买一些饮料 到他家喝来喝去 结果就来招的时候 我们就帮他 看起来很像糖尿病 那我们的诊所 他看得起来很像糖尿病 是怎么样 对 就是说 第一个他都一直口渴 消瘦 那我们就怀疑 高度的怀疑 就给他测一个血糖 我们用检疫的血糖去测一下 五六百 很高耶 很高 我就请他马上转接到医院 去做急性的治疗 现在预后都很好 是是是 所以其实自己也可以注意 就是瘦身瘦身 不要瘦的 觉得说如果有口渴症状 可能就有点不对劲 对 因为如果你说像我 我在瘦身的时候 我可能也不会去注意口渴症状 我可能觉得说 好好就瘦了 但是您说口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我观察的一个因素 对 口渴跟消瘦 就是急速瘦得很快 要同时 同时 那口渴当然就是说 就现代的生理的了解来看 因为人70%是水分 那水的补充就非常重要 那不管对肾脏 对血压 要让这个体力的这个维持 不要让它脱水 这个都非常重要 所以要记得常常补充水分 尤其在运动的人 我们喜欢运动的人在户外 尤其夏天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要记得补充水分 是 那我也听过很多医师可能会建议说 他不要吃饭 因为饭很多淀粉 那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吗 对 就是说我们在糖尿病的患者 都不太建议摄取太多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因为它我们刚刚讲的高升糖指数的东西 它一下子让你的血糖忽高忽低 其实对你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 还有其他身体的代谢 都容易产生障碍 会让你的身体的这个保养 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所以因此而改变吃素 是这样一个好事吗 糖尿病患者不一定要吃素 但是蔬菜要多吃一点 因为蔬菜可以 除了纤维素之外 它有一些维生素 那它当然可以代替你这些热量的摄取 而且你可以很有饱足感 因为你吃得多 当然会比较容易饿 因为它热量低 但是你可以吃多一点 至少你的这个满足一下 口腹之欲 也就是说你可以拼拼你的嘴巴 拼拼你的胃 它是受到满足的 所以建议是多吃一点蔬菜 是 那糖尿病患者呢 他们可能也是比较担心 就是会有其他的并发症 因为这是比较容易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样可以减缓这些并发症 当然要自己要去注意 那我一直强调运动跟糖尿病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你不运动的人 它并发症也会来得快 因为你血糖一直保持在很高的状态下 你的肾脏 你的眼睛 血管都会脆化 那我们现在有个观点就是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的发炎 是 现在把它定义成慢性的发炎 就是说你身体一直在慢性的发炎之下 你当然不管任何器官 它就容易让你产生病变 让你产生这些生活品质的低下 所以我还是鼓励糖尿病患者一定要运动 是 还有一些妇科的问题 因为糖尿病的妇女 它第一个很容易得到 比如说多氧性卵巢 还有一个就是它阴部容易搔痒 因为这个霉菌容易滋生 所以还是要尽量让血糖的控制 能够在标准以内 那我们现在血糖的控制都是还是用 最主要还是靠着我们所谓糖化血射注 它三个月才测一次 那个看它有没有 这个饮食是非常稳定的 不要暴饮暴食 其实暴饮暴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糖尿病患者身上来看 我想应该是那种烟酒 也都要尽量的避免控制 也都要多运动 还有身心的平衡 我觉得精神上的一个健康 可能会让他的身体更健康 是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人想的太多 或是有一些负面的观念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观念 造成了自己的生病的一个起因 对 再次谢谢医师 谢谢您 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